我們首先來到太平老街 當然是我們的太平雲梯現在是主要的 我們走完太平雲梯以後 我們銜接雲自然步道 要記得是雲自然步道出口 那裡的美景是我們這裡 可以瞭望我們七個縣市的景色 很重要的景點還有茶園 再來就會銜接到我們的老街 老街進來以後漫遊的話 因為平常遊客比較沒那麼多一點點 所以我們在走的時候 每一間屋子都有它的特色 都有它的歷史記載 慢慢的看一下 有些屋子都還保有那個檜木的建築 要稍微漫遊一下 再來就是每一間店 它所賣的特色 那個特色產品 我們這裡的話 像是筍乾 筍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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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梅子 對 還有我們的茶葉蛋 我們的茶葉蛋是我們挑選 年輕雞生的蛋 大概兩個月以內所生的蛋 然後它每一顆蛋 我們都經由四天的熬煮 然後我們裡面加了十幾種的中藥 來到客人的嘴裡的時候 會感受到它的入味程度以外 還有回到那個回了甘甜的味道在裡面 對 還有回甘甜的味道 也是我們總統府曾經指定過的茶葉蛋 對 手工豆干 對 我們的手工豆干 蠻不錯的 對 就是可以嘗試看看 它每一塊都會爆漿喔 我們太平雲梯 銜接的老街以外 還會銜接到 泰新 壁虎 龍岩 對 還有瑞里那些都很不錯的景點 然後像我們 離我們這裡最近的景點的話 有泰新的巧雲小站 還有壁虎跟二間山 都不錯 然後這個都大概 開車大概十二分鐘左右 就會到達的地方 然後如果要再深度一點的話 來到瑞里 瑞里跟瑞峰故鄉那邊的話 有千年扁無洞 還有龍宮瀑布 都是很很不錯的美景 還會銜接到滾起湖 對 好 那今天謝謝老闆 謝謝你們 希望我們10月27號 在牛蒲仔大草原 可以一起阿里山料理王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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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房